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前一陣子有一位名人孫正華小姐 有沒有她對那個老公外遇的對象 提出了那個妨害家庭的那個告訴 很好啊 很好啊 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現在女性獨立 她不會再是 一直是隱忍的那個角色 不能夠躲在角落裡面 要跳出來 要維護自己的這個 趕快跳出來吧 千萬 我沒有外遇啊 你不要亂講話 我想說我幹嘛跳出來呢 我的反應好快 家庭幸福 妳太太剛跳出來 她一直躲在角落 妳叫她不要出來 所以當然今天我們這個也是 先祝福的每一個家庭 是都非常婚姻美滿的 但是問題就是 真的有很多這樣的社會現象 問到社會現象 當然要問社會的記者 前記者 我還沒答應 我還沒答應 我已經加個錢了 改進錢了 加個錢很奇怪 現在女生真的比較獨立對不對 要捍衛 對 以前 而且以前的包括小三 都是比較 等於說外遇的對象 都是比較低調 以前大概常常是大老婆 知道了以後心思問罪 那很強悍 帶什麼人來心思問罪或是抓姦 現在不是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後來到四川成都 去當台商 那她本來有三個孩子 然後老婆也是很強悍 女強人 事業女強人 然後她在台灣都很乖 都不敢幹嘛都不敢 有一天去了大概一年多 她的太太突然間在台灣 接到一通電話 打電話來就跟她講說 妳是誰誰誰嗎 她說對 沒錯啊我就是 妳哪位怎麼樣 我們的老公 我們的老公 對她的開場白了 她直接講 我們的老公不好意思跟你講 所以我就直接打電話給妳了 然後就是我們的老公 她認為 妳太老了 妳的胸部太下垂了 妳的餘尾紋太多了 然後妳管她像在管小孩子一樣 她對妳有很多的怨言 可是不敢講 可是她非常的不開心 現在呢我要告訴妳 我們的老公呢 認識我以後呢 我的肚子已經有了我們的小孩了 如果你事項的話 我叫我們的老公給妳一筆錢 妳就直接簽子離婚吧 要不然我就不讓她回台灣了 你看喔 強勢到這種地步啊 今天我們就要從這個角度 從這個大老婆的角度 我們先來看 就是每一個國家 可能這個大老婆遇到外遇的時候 也許他們處理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想知道 那在日本 她以前就會離婚率這麼高嗎 Sami 以前離婚率沒有那麼高 因為我們日本太太都會人 因為我們日本的那個女生 離婚過的女生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不好 會被看不起 然後如果有小孩的話更不好 就是小朋友也是會在那個 學校被欺負 可是如果是男生的話 他們就會... 就是可能一樣的公司的女同事就會說 那一種就是他們不會有那麼壞的影響 影響就是還好 對 現在的話很多人想要就是離婚嘛 那我有找到一個網站 就是教妳 什麼心裡準備 不後悔的離婚 我是蜜蜜蜜蜜蜜蜜蜜 四個 四個問題 然後四個問題 全部 答案就是yes的話 妳心裡已經準備離開他 對 這個是對女生的 對 這日本網站上面抓下來的 很奇怪 哇靠 哇靠 歡迎 OK啦 因為他說 如果你呢 已經談好所有的離婚條件 而且覺得非常滿意 是吧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選擇那個離婚 還有 在這段婚姻中的痛苦 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了 如果是yes 趕快打勾 再來 再來 自己可以接受 我會離婚這個事實 你接受嗎 如果接受趕快打勾 再來 在這段關係 婚姻的關係中 清楚的明白自己跟對方的缺點 如果是的話 打勾 再來 一般來說離婚不會是好形象 但是對自己來說 卻是一個好的形象 你覺得對的話 快打勾 在婚姻生活裡面 雖然失去了不少 但是也學到了很多 是的 你覺得是這樣嗎 對 快打勾 好 再來囉 所有的經驗不是無意的 而且覺得自己成長許多 這是一條 還有 離婚之後絕對不會回頭 以及 已經有了離婚之後的夢想 或者是目標啦 還有 離婚之後 我可以對任何人說 我離婚過 你有這些勇氣的話 如果你 這個每一個你都打勾的話 恭喜你 你離婚去 什麼意思 你有這個心理準備啦 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日本的太太 有一些人會馬上發脾氣 就是結果 想要那個修那個關係 也是已經沒辦法 對 心就會離開了 所以她就現在教你 怎麼不會後悔的 但是問題就是 萬一真的不幸走上了這一步 日本的政府好像還有對這個 單親媽媽 單親家庭有許多補助 如果是單親媽媽的話 就是你會有很多補助 如果你有小孩 然後你離婚了 可是沒有住地方 因為沒有工作 這種情況的人 就可以住在那個 先住在那個母子 薄熙流 就是叫母子寮 母子的宿舍 對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 就是補助 如果你 這個是叫 然後如果你有三個小孩 那你收入可能 一百二十萬日幣以下的話 可以最多可以拿到 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元 那第二台就可以加上五千塊 然後第三台就可以 加三千塊的補助權 這是每一個月會拿到的 所以他們政府 日本政府滿有人性的 而且他們好像坐電車的話 也會有許多的優惠 是不是 其實在台灣 我們在台灣的這個 對於這個單親家庭的補助 其實也很多 大家不知道 真的嗎 對啊 比如說你如果去 內政部或社會局 還有許多的那個 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其實在網路上的話 其實是可以查得到的 而且現在政府 好像今年民國一百年嘛 對不對 在九月跟十月 他有一個那個 就是單親賠勵計畫 他希望 單親媽媽去念書 補助你學雜費 這麼好啊 對 那我們再來看看 小平 對 像我們中國 大陸很大嘛 那各種不同地區的老婆 在處理這方面的事情的時候 方法也不同 假如說一個老婆 她要發現她老公外遇了 然後這個老婆一夜沒睡 第二天一大早起來之後呢 就先上美容院 給自己的面部啊 門面先大改造裝揪一番 然後呢又去情緒用品商店 買了一套非常性感的內衣 就是睡衣了 然後又回家之後 準備一個燭光晚餐 等著老公 那老公晚上回來之後 一看那燈光美氣氛家 那朦朧狀態 看老婆穿得那麼性感 就突然發現老婆太漂亮了 比小三漂亮很多 驚訝得嘴巴張開 然後就非常後悔自己 有眼無珠 怎麼會看成小三 結果她就發誓以後 再也不離開老婆 後來那個老婆 把老公的心挽回之後呢 一個禮拜之後 寫了一篇文章是 如何挽回花心老公的方法 然後還在雜誌上發表了 然後還獲得 500塊錢的那個稿費 對 然後她之前 你們買性感的衣才花400 然後結果賺了500 還禮拜裡還賺100 對 這個就是精明的上海老婆 人也回來了 錢還得到了 對 還有一種老婆就是 她也是一夜沒睡 老公外遇之後 她就很傷心 後來呢 她就找到那個情人外遇 跟她小職一力 動之以情 就跟那個情人互相就是談判 後來最後兩個人達成協議 說 然後禮拜日 禮拜六 禮拜日 讓老公休息 不要讓她休息 幹嘛讓她休息 她要練習一半 她要勤勁 她變成一個殘骸有沒有 問題是他們還要 問題是這兩個人還要再用 怕以後沒有子彈 想那麼多 怕是空包蛋水 要給你兩天休息的時間 對 這個呢就是 就比較忍耐 忍耐這種 還有一種最厲害的老婆 她是發現老公外遇之後 也是一夜沒睡 然後呢 她就第二天早上 偷偷切斷老公的 沒有被我發現 或者是沒有傳染給我性病的話 OK 你是我們老公的小善喔 是… 房貸三十年都不能解決 你知道嗎 她就發現老公外遇之後 也是一夜沒睡 然後呢 她就第二天早上 偷偷把他們家的什麼存折啊 房企啊 什麼結婚證啊 戶口名簿啊什麼 通通都藏起來了 然後呢 切斷老公的經濟來源 一毛錢也不給她 然後再惡狠狠地跟老公說 不是切斷那裡啊 妳切斷那個動作 妳要講清楚 妳要講清楚 嚇死我 我們知道她突然間 心裡痛了一下 那切斷老公的一切經濟來源 讓她一毛錢都沒有 然後惡狠地跟老公說 我一毛錢都不給妳 我看妳怎麼養那個狐狸精小三 然後我也不離婚 我拖死你們 對 請大家猜猜 這是哪裡的老公 這應該是沈陽的啦 不是… 不是 妳在這樣想不然是 不是 這個我想應該是 台灣老婆有這麼厲害嗎 要跟她周璇到底就對了 對 東北老婆一般都是 把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哥哥找去 然後把那個老公揍一頓 這是突然來是不是 對… 這是東北的老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如果在韓國 他們對於這個離婚 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會怎麼面對呢 小米 像我媽媽那個年代的 年紀比較大的 苦所有的人的話 因為… 苦所有的人 我媽媽是苦所有的人 就是以前的那個 比較那個年紀比較大的人的想法是說 離婚是非常丟臉的一件事情 明知道老公在外面托吃有小三 但是要忍耐 不能跟他提出離婚 那現在的時代真的不一樣 那很多人 很多女生知道 老公有外遇有小三的話 馬上告他 然後那個提出離婚 然後跟老公交著說 乳酷勒 乳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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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反正就是給他那個 要那個跟他散癢肺 然後有小孩子的話 跟他要那個小孩子的抚養權 然後通通都要歸他的老婆 那現在在一個韓國很妙的一個節目 就是一個這個節目 乳酷勒 真的嗎 他原來會懂韓文 這個節目的意思是 那個另一半的意思 然後那這個節目的好玩在於說 其實這是一個韓國很紅的節目 然後這個是那個 一種那個連你性的一個節目 但是他的前提是說 參加要資格的人是要離婚 第二春 所以他們就是腔調說 雖然他們第一次就是 婚姻失敗了 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 就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有好 都是離過婚 都有小孩子的 所以其實現在在韓國 基本上離過婚 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你可以失敗了沒有關係 你在哪裡失敗 都哪裡站起來 沒錯 而且女兒強悍起來了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看 看起來好像女生好像比較柔弱一點的 那比如說絲絲 如果在你們這個國家的話 離婚或結婚這件事情 好像很簡單 很簡單 像我們結婚的話 就是半桌就結婚了 可是像我們要離婚 就是嘴巴上說 比如說吵架嘛 今天晚上好 就離了 就是用嘴巴講 早說嘛 就搬去緬甸住就好 最高階的就是找村長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找村長來當證人 對 他要離婚 然後就去兩個夫妻 就去村長家 然後就說我們要離婚 然後村長說好你們離婚 從今天開始你們就不是夫妻這樣子 然後可是那個老公就要挽回 老婆的 就是再給他一次機會 老公就跟村長說 我想要再跟 就是再跟老婆在一起 可不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 然後村長就問老婆說 你老公說就是要再 就是再給他一次機會 可不可以這樣子 再結一次婚這樣子 然後那個女生說可以 就在一起 就是用嘴巴很少說 像台灣一樣要簽公正器 護正事務所 換身分證 緬甸不用 可是緬甸人很少人離婚 因為離婚是地位 就是在社會地位上就是很少人 可是離婚只是嘴巴講講 別人也不知道 對啊 可是慢慢的他們就沒有住在一起 有些就是不住在一起 對 就一傳十十川百這樣 對 對 那村長想要離婚要找誰 找鎮長 找鎮長 鎮長 鎮長我們來找蝦長 鎮長 他這邊找市長 都不覺得找總統 總統 我要離婚了 要排隊 蠻好的 目前我還沒有聽過村長離婚 那如果在耐吉利亞呢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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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是給我們有一點一樣 有一點一樣 這麼簡單 沒有 我們那件事 如果譬如說老公有外遺 我有那個傻三 我們不相信 要讓你進去去看到 你看到你可以說我老公有 如果這樣你可以帶小孩子 全部小孩子帶你爸爸媽媽回家 老公會去拜託那個婆婆 老公有害怕叫媽媽爸爸 趕快去人家老婆回來 所以這樣子聽起來 奈吉利亞 應該是沒有離婚的就是 對 我們那邊離婚很少 可是我們男生會結婚好幾個老婆 那所以也沒有小三的問題吧 有啦 都有 第幾個是合法 可以喜歡幾個 有啦 千個 一個移民 移民了 應該要趕快移民 如果你有 你有那個體力的話 你們養氣不夠不行啊 你們是不是也是需要養翹喔 他的體力不夠 我們氧氣夠 我們夠的不一樣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移民到內心 接下來的這個問題啊 我們是 純假設 OK 他絕對不會有成真的一天啦 也就是說 應該是 假設 OK 我的老公如果有外遺 OK 我的老公有外遺的話 好 那麼我們的姐妹們 她們會如何的來處理 假設 OK 欸 姐妹們 她們都把那個答案都寫好 我們看看她們會怎麼做囉 應該很殘忍吧 嗯 好 其他 OK 海妍離婚 然後小米看狀況 然後阿薩咪看狀況 姻緣離婚 上面的阿娜不會離婚 因為奈吉利亞沒有離婚 再吃一頓 再吃一頓 小四會離婚 然後呢小萍也是會離婚 然後呢 喔 是是 看狀況 好 那我們就先來聽聽看 姻緣 妳是一定會離婚 對啊 看什麼狀況 有什麼狀況好看的 一定就是離婚啦 都沒有什麼狀況就離婚了啦 對啊 離婚太優柔寡斷你知道嗎 要比較快刀斬亂嘛對不對 對啊 因為 我覺得已經被我發現到 意思就是已經很久了 對啊 然後夫妻裡面信賴已經都不見了 那沒有用 她講這句話的前提就是 就是給這些男人做一個參考 參考 不可以被太太發現 那是重點 那是重點 如果沒有被我發現 或者是沒有傳染給我性病的話 OK 我是如果有這樣假設 純的假設來說 如果我老公有那個外遇 我一定要跟他見個面 跟小三見面 絕對不能那麼情緒來說 不行 一定要客觀說才對 你是我老公的小三喔 是… 怎麼樣 你知道我們家裡有貸款是多多嗎 你知道嗎 很窮就對了 你每天坐的那個車子 其實拿我的錢買的 還是有那個車子也有貸款 你知道嗎 你覺得我老公每次都是在這個房子 前面都是修修你 然後親戚你 你知道嗎 你還是接受這個的話 我把老公丟給你也OK 對啊 然後你知道嗎 我有女兒 我帶她去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請你們 給我一定要善養費 或者是那個養育權之類的 你一個月薪水多少 那不夠 還算 太原請了 認真 韓國演員嘛 你知道嗎 韓國演員 還是要拿過去 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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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要幹嘛 所以我老公 所以我不太怕我老公有外遇 因為他應該沒辦法處理這種事情 在房貸30年都不能解決你知道嗎 好可怕 好可怕喔 大老婆 太帥 這是屬於種 他很海派的樣子 拿去拿去 另外一種 OK 他比較積極一點囉 阿三米 雖然妳是不是看狀況 對 可是我不像他 我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 如果他要外遇的話 妳是一定要知道 對 我一定要知道他有外遇 有那個身體的關係之前 我一定要知道 那這樣子我才不會 不會覺得被騙的感覺 就是說 妳是覺得說 如果妳的先生現在告訴妳 我有喜歡的人了 所以這等於跟你講了嗎 對 他如果有跟我說他 所以他就跟小三 他會跟這個人會有關係 我就OK 就OK 妳就OK啦 可是我看他太難看的話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他有這個人外遇 我會告訴他 妳可不可以找另外一個 比較漂亮的外遇 什麼 就是我其實是無所謂 他有外遇 所以妳不要離婚 但是問題是萬一離婚了 可是也是看狀況 因為如果他有外遇 他想要跟我離婚 那我有兩個小孩 那我沒有辦法養那麼多小孩 所以我一定要告他 跟他的愛人 才能有那個權利 牧羊小孩子長大 對… 有辦法造個小孩 而且台灣是不是有那個 通監 可是那個通常很難抓到 因為要那個 對 ING 對 要進行序 台灣有一個案例是 就是徵信社已經門踢破 然後進去棉被掀開 兩個人都沒有穿任何的衣服 還照相 最後判不成立 台灣的通監罪 一定要在兩個人黑秀進行床 合體中 對… 或是找到垃圾桶裡面的保險套 一定要 證物就對了 就比如說有經驗的 或有什麼的 一定要有證據 所以那個門踹進去 那個態度要很準 要跟他喊 所以如果他要禮婚的話 我會告他 可是他不要禮婚 還是要跟我在一起 又想要有那個小三個號 我會跟他見面 我說 我叫他要不要跟我一起住 你這段要不要叫你老公不要看 對啊 你知道我有告訴他過 小三跟你們一起住 你不是覺得這樣子 他也有賺錢錢拿回來 對不對 而且…做家事你不用擔心 對… 對不對… 因為這種東西 搞不好他還是不想跟我離婚的話 他行還有在我這邊 當然這個 一樣米洋百樣人嘛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人的想法就比較 你們聽了可能會比較高興一點 真的嗎 小詩 小詩 如果說你先生有小三 有外遇的時候 你會一定選擇離婚 對 我選擇離婚 然後像阿珊米的故事 我們泰國也有這樣子的故事 讓小詩親愛住嗎 對 可是如果說是我 我一定會喊 什麼 什麼啦 為什麼喊巧克力 巧克力 你們不是 好嗎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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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 重來重來 重來目標幾點 好我的目標 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啦 我都會先 像以我的那個個性 我都會先打再說 對 先打喔 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來他很壯你看 那請問你是打男的還打女的 一起打 沒有 你快要被低動 我都這樣 老公 低動高的 可是問題是你打完 你自己覺得很快樂 但是 對 結果咧 可是萬一到時候人家告你 告你傷害你就倒楣 事先我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後來我發現這樣不對 所以我現在會學台灣人 台灣要有那個散養費 對 而且這一招是我老公跟我講的 告訴妳的喔 對 因為我以前很多人在問我 如果說妳老公有外溢怎麼辦 我說離婚 然後我老公又說 妳很笨耶 現在台灣人很多都是要那個散養費 對 謝謝妳 現在學會了 一定 我也是要 對 要把自己也要顧好才行 而且因為我小朋友在對不對 對 小三退戰 正攻捍衛婚姻有一套 那個女孩子長得也不OK 然後身材也不OK 其他通通都不OK的 我會罵她 主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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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婷就已經死定了 小嫂 對 東北人好像比較清淨對不對 對 因為我非常理解 小嫂剛才那種激動的心情 是 如果是妳的話妳會怎麼做 我也是很希望 把她們殺之而後快 我是一定會跟老公離婚 可是在跟老公離婚之前 我一定要把小嫂給她幹掉 像我的方法就是說 那我肯定在那過程中 一定要收集證據 比如說什麼那個錄音 電話錄音或者是簡訊 或者是她跟老公出遊的照片 什麼的 時間久了妳一定會收集到 那這樣呢 我就會把那些證據 寄到她的公司 她工作的地方 讓她那些什麼長官 同事 都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人 還會把她這些證據 我直接貼到她家大門口上 讓街坊鄰居也知道她是什麼 慶豐好友 身邊所有的人 知道她是一個爛戶就對了 讓她遺臭萬年 那妳可以登報紙就好了 我就讓她遺臭萬年 永遠不得翻身 真的 輿論 用輿論 對 我就用輿論 讓她以後也沒辦法嫁出去 就對了 還有就是說 那她肯定是跟老公就是 什麼很好嘛 那什麼關係 那我就會讓她 在網路上現在很發達 她肯定會看有關老公的 什麼Facebook什麼的 我會在網路上 是曬我們全家的幸福 一起出遊什麼的 曬我們的多恩愛 多幸福 那她看了一定很吃味 會很吃醋 覺得老公這邊跟我這麼恩愛 那邊又騙她的感情什麼的 會有這種感覺 我先挑不離間 反間計 就是我用反間計 那另一方面就是說 現在小三不都是高調愛情 不是為了錢什麼 都是高調愛情 小三都是來這一套 其實她真是為了錢 她也不敢說 剛開始她都這樣 所以呢 我就會 不管我也會 我應該會約出來談判跟她 那見面的時候 我就會大秀 老公送給我最貴的禮物 偶爾這樣這樣就最貴的禮物 那老公肯定不會送她 畢竟是小三嘛 妳又知道了 所以她拿的東西比妳還貴 妳送車子 她送妳房子 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我很了解我老公 在有金錢方面我會 掌握了 對 她沒有那麼多錢去 小東小西的可以 那我會大秀老公 送給我最貴重的東西 然後她肯定會覺得不平衡 刺激她嘛 她會不平衡 想說我對妳付出這麼多 都不要名分 那我什麼都沒有 她會不平衡 會跟老公抱怨 最好是跟老公 要東西 這樣她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 跟老公 老公就會覺得 妳跟我在一起不是為了愛情 對 那這樣就 我用離間器 就把他們兩個關係 就給分開了 這樣小三 當時就會離開老公 或者是老公離開她 等老公回到我身邊 我就把老公一腳踹走 踹踹 然後一定要是用足夠的散養費 散養費一定要非常的足夠 把小孩子養到50歲 對 我追比就夠多了 妳看東北妞對不對 她很強悍 可是她很有頭腦 她一步一步計畫 最後一步是 就算即便回來 一腳踹踩 她的一步所有 有多遠踢多遠 網路上 因為我們平常 新聞記者為了要收集新聞資料來源 所以網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所以最近 最近流行 大概這幾個月流行一個 所謂的偷拍 是大老婆請真信社去裝的 東北妞 她的原配是東北妞 拍到什麼 老公跟小三在床上的事情 然後那個特寫非常的清楚 我為什麼那麼清楚 因為我下載了 妳是為了 所以她老公的部分 她用馬賽克 沒多久 這個女的 親人 公司 全部都知道了 對 名聲整個都毀掉了 這招跟妳的雷同 可是現在有這個問題 如果妳在網路上 抛她們那個影片 現在會犯法 對 會犯法 會犯法 這個還是不能出發 還是要好好考慮一下 好好聊一聊 那我們來看 應該看起來 應該也是一個 頭腦還不錯的 眼裡挺 如果是妳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剛結婚沒有小孩 沒有小孩的話 我是肯定離婚的 可是如果有小孩的話 我會去找小三談判 幹嘛 因為為了小孩 我不想要讓她沒有爸爸 當我發現這件事 我就一定有機可循 我一定找得到她的人 對 我會跟她面對面 然後我會問她說 請問 如果你還想要好好的做人 就請妳離開我的老公 不然妳會讓她名譽賞地 對 因為我是在螢光幕前的人 我很人 我很非常簡單 可以找到記者 前記者 或是前前前記者 我可以把妳整個人生都毀了 非常piece of cake 但是 如果你還想要生活的話 我就當 沒發生 沒發生過 那妳會原諒妳老公嗎 贊領過 我覺得為母則強吧 如果是我 我會為了小孩這樣子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同樣也是這個東北的 但是她應該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海岩 像我是如果發現老公有外遇的話 我會選擇離婚 但是我應該不會像做那麼多激動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小三可惡 但是我覺得重點還在老公 老公更可惡 那她不去找 那根本就沒有小三的問題 對 這樣我自己身邊就有一個案例了 是我師姐 那我們每天在飛嘛 那工作比較忙 那她老公真的是很多金 然後每天就是出去 就是工作閒暇之餘 朋友應酬比較多 然後就在外面不知不覺 就心多養了一個新蟲 就那個小寵物 然後久而久之那 那這個事情哪有 就是我們的地方很小 沒有聽不到的聲音 那我們同事也常常出去 就有看到就跟她講 那我的師姐她也是 個性就是比較溫和 那可是她為了捍衛家庭 她還是找上這個小三 也請真心事花了一筆錢 那就知道住在哪裡 那天好不飛 她就是請假不飛 然後就是去那邊 去找這個小三理論 那剛好一開門的時候呢 老公也在 當時其實我覺得她 這是小三家 對 那老公 那個房子是老公買的 然後我覺得她那個大老婆 就是我師姐還滿得體的啦 因為老公在 那她也讀過一些書 那她也覺得就是在外面 不應該那麼難堪 那有事回家講 很得體 當面呢就沒講什麼 那老公也有在 就說不能弄得太難堪 師傅連打架也不好看 那就先走 那老公出去的時候呢 他就跟老公講 你在車上等我 然後我馬上出來 他想說跟著小三講一下 可是呢 小三當時就開始哭 那老公還沒走的時候 就對不起 一直對不起 然後那老公看到這樣子 也會心痛 他想說那他先出去 你們講一下再出來 老公一出門 小的就不一樣了 幹嘛 你老公都走了 老公走了 在我這邊幹嘛 讓我跟妳找老公 然後那個表情 馬上就不一樣了 妳還死在這邊幹嘛 自己老公顧不好 妳上來找我幹嘛 跟著眼淚呢 眼淚沒有了 那楚楚可憐也沒有了 馬上就很強勢 當下的大老婆就氣到說 妳怎麼會馬上轉變這麼大 說妳這個人是簡直太不簡單了 好 上車以後 司機開車不到五分鐘 老公就收了一條簡訊 這小老婆寫得楚楚可憐 妳要對她好一點 我知道是我不對 我們兩個犯了錯 妳要對她好 妳要回去安慰她 然後呢 我重點犯錯的原因 是我太愛妳 放下那個老公就很氣 因為小三嘛 心歡嘛 當然是受寵啊 那老公就開始罵這個大老婆 那大老婆就回家連哭了三天 好 那就很理性 找來那個律師嘛 就該講的 談判的 贍養費 那畢竟她是有錢人 那小孩的問題 抚養問題 貪玩就簽字離婚了 我覺得我如果是我 我應該會是這樣子的 面對老婆特別的請求 老公的反應竟然是 那個我今天晚上啊 想要想要要跟妳那個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小米 為什麼 那妳幹嘛先拍照 因為妳也是看狀況 我可以看狀況 因為我覺得如果老公有 怪怪的徵兆的話 可是我先不要跟我老公講說 我知道這件事情 我是偷偷摸摸的先檢查 她的手機開始 把也許可能跟她曖昧的檢訊 或者是她的電話號碼也好 我都把她抄起來 我都偷偷的跟她 私底下約出來談判 但是這件事情 一切都我老公是不可以知道的 我就約她出來之後呢 那個女生真的覺得 長得比我漂亮 長得很漂亮 身材又很好 或是她的背景 什麼的通通超越我 值得我老公愛上她 有資格的那種女孩子的話 我真的是成全她們 但是 條件很差 但是來了 但是呢 但是 那個女孩子 長得也不OK 然後 身材也不OK 其他痛痛都不OK的 我會罵她 當然啊 罵她 然後 煮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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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問她 破壞我們的家庭 我真的把她罵走 就好像假設說 你今天的太太 假設是比如說 我們今天這個每一位 他們都其實都條件非常好對不對 OK 如果太太是他們 然後你看上像我這種人 那怎麼辦 對 那真的 機會很少吧 有的問題 黃酥拉斯 你講這什麼話 我如果是你的 我就不會問你 黃酥拉斯 你講這話就不對 老婆請給我這樣子有沒有 Zoom in 然後我要贏 4 3 2 好啦 但是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做一下這個測驗 也不是測驗啦 就是因為 今天我們的八位姐妹 他們有這個 幸福美滿的婚姻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會來做一個小小的遊戲 是不是 你們厲害嘛對不對 好 終於了 厲害 測驗一下 沒錯 我們又來進行一個這個 打電話給老公的遊戲 今天動地50秒 在50秒內闖關成功的人 可以獲得非常實用的 精美小禮物 但是 超過時間 沒有辦法達成任務的人 則需要接受非常殘酷的處罰 好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請我們的這個 模範代表 麗婷來幫我們做一個示範 好 遊戲開始 所以現在先麻煩請你打電話 給老公 好緊張 我真的是 從來沒有這麼有自信過 是 唉唷 好強喔 好強喔 喔 來了 很大聲耶 欸 再好 不接是不是 快去看 快到我已經即將了嗎 已經20秒了 蛤 哇 大道義 但是抱你好大的膽子 你不接老公會變話 你死定了你 這就是 這就是 婚姻跟愛情不一樣的 對 歡迎 你 你晚上那個睡客廳嗎 睡客廳 居然不接我電話 奇怪 反正要越大了 剛剛 你們不要笑 不要笑 等一下你來 好 生氣 不要笑 不要笑 氣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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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歡迎第一名的參賽者 麻煩姻緣 帶著這歌 好緊張喔 你對先生應該也很有信心吧 有 有 應該有 應該有 是不是很怕 有沒有逆聲一直這樣 看到那個翅膀真的是 讓人很緊張 他光換手機啊 有了 有了 老公 什麼 什麼 你現在可以接電話嗎 可以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不方便 哪裡不方便 不可以問嗎 平常這種產生 現在有什麼時候 要打挑問問題 老婆我偶爾想要跟你講電話啊 好 有什麼事 那個 老公 那個什麼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 嗯嗯啊啊 嗯嗯啊啊 笨蛋啊 嗯嗯啊啊 老公 我要跟你嗯嗯啊啊 今天晚上啊 大肚子 你還是可以撐下去啊 還是可以撐下去啊 哇 你這樣真的是很那個 哎老公可是你 我肚子沒那麼大的時候 還可以撐啊 撐的時候可以不行嗎 OK 跟他的手 我考慮一下 讓我看我考慮 考慮什麼考慮 啊 你就那麼白目喔 老婆這麼 老婆這麼 這麼激動跟你要求就是 嗯啊啊 你還是拒絕我 啊 啊 啊這不是 浩姆失調的問題啊 老公拜託你好不好 好 好 我好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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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可是你要確定的答案啊 這樣好不好 不要勉強 好 是 老婆大人 是 老婆大人 對啊 那你就是OK啊 今天晚上喔 好 謝謝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晚上我們穿騷一點喔 好 拜拜 一位小米 好 你們太信了 我有信心了 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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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有信心越好笑 好 真的 真的 真的有信心喔 有 OK 你跟老公有講嗎 沒有 講韓語嗎 還是講國語 最好是有信心 失敗不可以罵巧克力喔 對 哈囉 哈囉 你在忙嗎 還好 老公 老公 我跟你講 那個我 蛤 你在休息喔 對啊 我在休息 那個 我今天晚上啊 想要 想要 想要跟你那個 LOVELOVE OK 可以嗎 沒問題 OK 好 謝謝 謝謝老公 拜拜 真的 這什麼事啊 非常好 他全部時間只花了40秒 目前是冠軍 對 他們要求的是這個 好 再來 不過那個小明明 妳平常會這樣子問老公嗎 沒有 接下來的話 選揚代表 小萍 小心喔 超有自信的 壓力很大嗎 超有自信的 壓力很大 壓力 這是代表有信心嗎 不是 本來我很有信心 但是我今天 老公來的時候 跟我說了一句說 今天別吵我 去打球 對 球場不是有 一般有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人家打球的時候 直接出發 沒有 我都想說 反正一定輸完先噴好了 對 對 人家球場不是都不用打電話 也是禮貌 所以我還是僥倖的試一下 沒錯 不好接電話 機會不大 完蛋了 那再噴一次好了 再噴槍 沒有 沒啦 請 你背不起來 你老公電話 來啦 黃皮包 不好的 小萍是否能夠闖關成功呢 喂 老公 你在打球吧 我想跟你商量點事 跟你晚上洗衣服 可以嗎 洗衣服晚上可以嗎 我很有感覺耶 好不好嘛 可不可以啦 真的好笑了吧 你就說好不好 好不好 OK啦 好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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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洗衣服 洗衣服 所以你們家暗號是洗衣服 對 所以我老公說神經病 對 大白天的跟我母 洗衣服 而且說大白天就有感覺 老公我感覺來了 而且我就從來 我也是第一次 沒有主動跟老公提過 是 但是老公說老婆洗衣服 不要再講音樂 不要再哭 不要再哭 2.4條 你總從沒聽過這句話嗎 小萍花的時間是41秒 來看看喔 接下來我們的這個是 黑龍膠代表 海嫣 海嫣其實很緊張是不是 沒有緊張 因為她今天才 現在應該在機場 她剛從那個大陸回來 我女兒明天畢業典禮 所以我就怕她 沒有接到或怎麼樣 從哪邊過來 從深圳飛過來 從深圳飛過來 早就到了啦 早就到我家了 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好 麻煩你 兩個小時就到了 林先生今天晚上有福利喔 不接電話你就死定了 恐嚇一下 轉接影音信箱 是不是 沒有 幾秒了 她就知道 接電話 喂 你在幹嘛 明白 別電視啊 看電視啊 你到家了 晚上吃消夜好不好 晚上吃消夜好不好 那種消夜快一點回答 我跟你講福利喔 好久沒有的 好久沒有的消夜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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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 林先生 消夜那種的消夜 就好久沒有的消夜 誰出獎 快點好不好 OK OK OK的就好 拜拜 拜拜 太OK了也要 很可惜 超過時間了 53秒 所以很榮幸的 讓我們來頒獎 耶 接下來我們的冠軍呢 就是小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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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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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起來 穿起來 好可愛喔 老公 那個不是這樣 那個是打屁股用 打屁股 好可愛喔 老公 是的 所以今天恭喜了 我老公馬上簡訊來了 說你發春 好 謝謝小米 小米 太好笑了 不過真的啦 不管是這個在婚姻中 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呢真的 夫妻之間的事情 對不對 那麼盡量這個 能夠好好的談 好好的解決 就好了 要經營 要慢慢的去經營 然後要用心的去經營 那麼當然今天在這邊 我們要再次謝謝三位特別來賓 謝謝 還有我們八位姐妹 謝謝 歡迎來訂閱我們耶 開啟小鈴鐺 按這邊 按這邊 按這邊